今天小刚就来和大家聊一聊 什么是手表 那手表在今时今日又象征着什么 那手表其实是今天每个人必备的一件工具 十几年前并不是每个人都买得起一个手表 可是今天连五岁小孩都戴表 那这个其实就是社会生活一直在进步 一直在改变的结果 而竟然随意都戴得起手表 那许多质问不是凡夫阻止滋备啊 那便讲究起你戴什么表来 那原来在今天手表就像是即时工具 也是一个事物 这情况便给喜欢炫耀的人一个机会 那通过这件必须的工具 那当然假装并无炫耀之意 在趁机无意的展现自己的品位或财富 今天的名表贵得惊人 国内近几年竟有穷人玩车富人玩表这样的说法 我小刚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是玩表一足中男人远比女人多 原因其实很简单 手表是男人唯一合情合理的手势 男人不像女人 有许多可以炫耀的东西 我们既然每次只能戴一个表 那这个表必须与众不同 才能达到炫目之效 要以众不同能 第一个办法就是戴价值极其昂贵的新表 但如果戴不起价值几十万的新表 那么第二个办法就是戴二手的名表 我们花几万甚至几十万去环游世界 花了钱只能换回一些记忆 这些记忆甚至不一定完全 也不一定愉快 但花几十万或几万买一支表 可以天天看着它 甚至可以用它来装饰自己 而且如果买的对 这个表还可以保值 甚至升值 我常常这样想 玩表如果玩的对 你买的表不是花了钱 而是投了值 这顿时让我想起 表王百大菲力 Potek菲力的宣传名句 你并非真正拥有一支百大菲力 只是留给后代的保存者 这句话我觉得说得非常有道理